好 夜店又有新噱头了 这是一家夜店业者呢 在网路上用影片呢 打广告 宣传笑气 调酒 号称呢 喝酒呢 搭配呢 吸入这样的气体呢 不止呢 变成糖老鸭的嗓音 还会自然嗨 但是医师提醒啊 虽然呢 这种气无毒 但是如果呢 处在密闭 空间吸过量的话 有缺氧窒息的危机 最后一杯 第七杯 Major High 笑气 夜店业者网路宣传笑气 调酒 开大啦啦打上土体系列教学的 耸动字样 可以看到两颗飘飘的气球 它的步骤就是 把气管拿起来 先把它舔干净 气管拔下来 然后把它一口喝干净 影片中男子割完调酒后 再用嘴叼着气球 接着 好 把 捏住骨头 然后把气 气球放在嘴里 自然把它放开 让气冲进去 冲完之后 在我世界从没有发起 吸完气球里的气体 在开口唱歌 瞬间变成了唐老鸭的呱呱呱嗓音 打出喝酒配吸氧气 三秒钟立即嗨 影片让网友热烈点阅 也引发不少争议 因为吸过量有危险 当你在吸氧气的时候 你吸不到空气 所以接连的你空气中氧气也没办法吸收 所以它最主要伤害是产生切氧的结果 它只要轻度切氧的话 一般会觉得头晕头痛 虽然业者使用的是无毒的氦气 而非二级毒品酵气 但医师提醒如果长时间处在密闭空间中 又一直吸有缺氧窒息的危险 而节目上也曾经让艺人吸氦气 制造卡通衣效果 医师强调心乳不明气体 都会对人体有不良影响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中间新闻娱乐为王一杰台北报道